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补财库也叫开财门 财库内存储着一个人一生的财富 每个人天生都有一个财库 注定你这辈子的财富 但是有些可能做生意不当 事业不顺 使得财库漏财 或是有些人天生财库就很少 各财神庙都有补财库的服务 补财库就是为自己财富圆满 希望自己能够财源滚滚 财库充盈 并不再钱财流失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遇到相悲求也难得 一切有志与财富者均当悉心严读奉行 必定福增账卿 财富会于各种姻缘下见出丰盛 一 什么是财库 财库就是每个人的财源 每个人天生都有一个财库 注定你这辈子的财富 财库大多是因中积累功德而来的 财库是洋人一种行善积德的积蓄 人的福禄寿都是财库 福大路多寿长就是财库 财库和个人的修行有关 修自身和修来世目的是为了下世好过 修行的积累就是增加自己财库来源 财库和自身前世有关 前世的修行和因德给金氏财库的财源的补充 财库和前人因德有关 祖上的因德给后人留下的财库可使后人享用 二 为什么要补财库 财库的减少原因很多 功德业障皆有一定的关系 故我们前生所作之业或所欠之财 就是冤孽之债 扰乱我们在世的安宁造成财库亏损 前世的孽障是直接影响到金氏的不顺 多灾多难多病 使得财库在人生的道路上难免会有些波折漏财 故前世的冤孽障 金氏都要偿还 也会造成财库的亏损 上辈人欠的债务一定要在下辈人还清 更是财库亏损的原因之一 命中财库的虚空是后天无法补充的 不敬神灵 不敬父母 恶口妄言 杀盗邪淫 欲情纵欲 背负军师 不敬天地神奇 何逢骂雨 不信罪服因果 魅力欺心等等 把因得损了 减少了财源 三 什么人需要补财库 一般是钱财留不住的人 也就是有了点钱存不下 又无意花出去了 也就是很多人都说自己这么努力工作 这辈子也没做过坏事 总是会遇到些莫名其妙的状况 或是无法控制欲望乱花钱 无意破财或损财 例如 意外事故 疾病 借人钱不还 遭盗窃 遭抢劫 偿掉东西 用钱无法治等等 就需要补财库 财库在人一生中占着非常重要的 财富钱财人人都要追求的 财库如同一个杯子 杯子若破了个洞 是大是小 不是很清楚 但会漏是事实 诱因不能换 所以只能修补 而我们也不知道三库中是哪一库缺漏 事故用最笨的方法 只要察觉有缺漏就一次补齐 或者不管有没有漏 还是把它补一下以防万一 以求达到所赚的钱财完全不漏 四 为什么做生意的人更应该补财库 财库代表你能容纳的财富的多与少 为什么做生意的人更应该补财库呢 一是生意人财旺 尽才几乎不能用明确的数字来衡量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财库不断损耗 漏财 破财的现象已有发生 只不过老板日理万机 或者说这些小钱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久而久之 没有及时补充财库 事业不断扩张 大财面前已无法容纳 结果最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五 如何补财库 曾经看过一个小故事 一个没有右手掌的男孩安米一直很迷茫 自己长大了 到底要做什么 后来安米在父母的鼓励下成为了一名教师 安米在当老师的时候 班上有一个没有右手的穷孩子 刚开始穷孩子很自卑 不敢和任何人说话 怕被嘲笑 在一堂音乐课上 大家都在大声唱歌 唯独穷孩子不敢大声唱歌 而是非常小声的硬喝着 大家高歌一去之后 安米说 好了 今天大家感到快乐吗 学生们说 我们都很快乐 安米说 如果大家都很快乐 那就跺跺脚吧 于是乎大家跺了跺脚 此时穷孩子跺脚的声音变得很大 因为他的脚是健全的 安米说 大家看看 我是一个没有右手掌的人 但是我很快乐 因为我的左手是健全的 在我们班里 也有一个和我一样的孩子 他似乎比我糟糕一些 因为他完全失去了右手 不过 他比我幸运多了 因为他的脚是健全的 还很有力量 而我的脚却受过伤 不能使劲跺脚 当安米把裤脚拉上来的时候 大家看到了安米脚上的伤痕 所有人都惊呆了 那个穷孩子却笑了 眼泪都笑出来了 没有手的人可以用脚 没有脚的人可以动脑 没有人脉的人 善良就是你的人脉 没有文凭的人 热爱学习就是文凭 没有技术的人 勤奋就是你的技术 你总是有优势的 只是你没有用心去挖掘 你连动脑筋的事情都懒得去做了 世上没有倒霉的人 只有总是盯着自己痛处的人 只有为自己找借口的人 当你愿意去劳动的时候 你就迈开了赚钱的第一步 如果你看过那些用脚工作的人 你就会发现自己比他强多了 一 从简单的事情做起 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成绩 马云说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 你就是专家 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你就是行家 重复的事情用心做 你就是赢家 一无所长的人 如果做一些简单的工作 一定可以做得了 比方说去工厂里当普工 做门卫 做保洁 工作等 如果你长得高大 你还可以去工地干活 一天赚三四百不成问题 关键是你的思想 是否转弯 你是否能够发现面子 俗话说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如果你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好了 你也会成为某个行业的佼佼者 我的同学阿里 农村出生 高中文化 她在一家饭店打工 专门负责切菜 现在她的刀工了得 在县里的厨艺比赛中 获得了雕花组的优秀奖 自从得奖之后 她被一家大酒店聘请了 月薪八千多 人生翻盘了 一个农村出生的女人 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但是她坚持在切菜这个岗位上 兢兢业业做好工作 也取得了好成绩 也能够赚大钱 从普通员工变成打工明星的人 比比皆是 你真的不能小看了那些简单的工作 也许真正成就你的 就是你看不起的小工作 二 舍得吃苦 你也会变成行家里手 傅佩荣说 四海茫然 吃苦是生活的第一步 不迈开这一步 什么地方都不用去 你吃过的苦 就是你后来的福气 你愿意吃苦 就是你的大格局 你把吃苦当成一种习惯 你就不会感觉有多苦 一个不愿意吃苦 也一无所长的人 那就注定穷一辈子 别以为天上掉馅饼是好事 会降临到你身上 你要明白 能成大器的人 就像从贫瘠土地中成长的野草一样 能够活下来就是一个奇迹 任何一个行业里的精英 都是该行业里的老手 往往是在该行业坚持最久的人 你看那些书画家 他们年纪大的时候 留下的末保更值钱 因为他们后期的末保更加成熟 吃苦有两种 一种是苦练本领的苦 一种是在遭遇挫折的苦 这两种苦你都承受了 你注定会赚到钱 因为钱长了眼睛 总是青睐那些愿意吃苦的人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别再应该吃苦的年纪 学会了享受生活 三 其实你爱好什么 就是你赚钱的方向 你有没有想过你爱好做什么呢 你认真想一想吧 爱好真的可以变成钱 比方说 爱好游泳 就可以开一家游泳 训练基地 爱好骑车 就可以组织一个骑行队 爱好唱歌 可以开一个唱歌训练班 爱好游山玩水 可以去当导游 把爱好变成职业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带着爱好去做某件事 你会很开心 再开心 狠狠赚钱 亲人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